我這樣就甩起來了 沒有意義 可是我如果這樣子就有意義啊 這樣會動 這個比最早的我們一般 攻擊要帶移動又更高的力量 要更高階一點 我攻擊要帶移動 我就是移動順手拉 就是移動 就這樣 我打肚子一圈 他不會動作 你看兩個是 他是有一點衝合的概念 對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移動當中 這個東西你們要去掌握 這是一種練習 就是我們在練徒手的時候 我一直強調 要去注意那個重心的存在 可是你們徒手的時候呢 你們要不容易掌握到 比方說這個腳起來 腳跟重心之間 重力之間有什麼關係 你要怎麼用 你要怎麼用 用它 我這個手出來 我這個手跟重力之間有什麼關係 你要怎麼用 你要怎麼用它 對 你們 你們不容易掌握 為什麼 因為沒有放 放掉 所以你腳出來 你自己控制住 它跟重力就沒關係了 我的手出來 我自己用力抓住它 它跟重力又沒關係 是不是 所以你不會用 可是這個 你這樣子捏著 它就是 它就是 完全交給重力了 完全交給重力了 是不是這樣 你就是 在這個狀態下 你怎麼去用它 對 這個狀態下 你怎麼去用它 對 你怎麼去用它 所以很久以前 我覺得有概念 工具可以有 簡化一些內夾 讓你容易 不是說我們不能用工具 我舉個例子 我為什麼能控制很多很小的 很小的那個 擋錯 因為我學 因為國標舞鞋 國標舞鞋 國標舞鞋 打到三十倍 所以你可以用的舞鞋 去控制我能平衡 可是如果一般的刺腳 我幫你做 是 對 幾十倍了 幾十倍上去 你的重心一點偏一點 你就知道 重心也沒有從這邊 到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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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完全會知道 可是 就是 你練壞了以後 很脫掉性的問題 其實如果 我刺個腳 因為我 我的管理是沒有人可以練的問題 你有意思 它那個是因為很貼腳嗎 貼腳 它的設計又高跟 它整個設計就是為那件事情 所以有些東西 它這樣才可以教 沒有的話 都教不下去 它太細微了 謝謝 謝謝 謝謝